在原住民族地区对于理财及金融资讯来源比较少 因此金峰乡公所举办了基金贷款业务还有金融知识宣导 希望可以提供部落居民和业者了解基金业务内容 或者是青年贷款、生产与消费型贷款等等 让乡亲对于借贷、理财可以有进一步的认知 如何贷款、如何增加信用 这些金融资讯在原住民族地区相当缺乏 为了让金峰乡内居民与业者了解基金业务 或青年贷款、生产与消费型贷款等借贷与理财观念 金峰乡公所特别办理基金贷款业务及金融知识宣导 原住民部落对于这个理财的观念跟金融的这项知识的资讯来源其实比较少 透过这个计划跟活动让我们部落的族人或者是有需求的这些业者 都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的一个会议 能够更了解这种发展基金的这个业务内容 或者是可以借贷的一些条件跟性质 而在部落居民工作若是临时工或是工地工作领日薪 该怎么增加银行信用利于提高未来贷款成功几率 讲师则建议将薪资存入银行或邮局有金钱金流状况 银行评估借贷时就能成为参考一句 有蛮多的族人他们可能就是打零工的状态 那打零工的话我们也可以 我们可能是跟老板有可能是给我们日领 或者是周领都没有问题 我们就把我们每天领到的钱 我们都拿去银行邮局去存起来 你隔天要使用再领出来 那你这样的话你在银行里面你就会有个进跟出的一个金钱的一个金流 那银行就会大概可以去出估说 您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讲师也提醒民众进行借贷都要考虑清楚借款需求 是否有能力偿还 以及借钱管道是否可靠等等 才不会变成庞大债务造成生活压力 就讲解金风向报道 谢谢